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9月16日 星期四 这个视频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个呢 这两天呀 在美国非常非常轰动的一件事 就是呢 有一个叫鲍博伍德沃德 还有他的这个共同作者 华盛顿邮报的一个记者 他们两个写的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呢 叫《危险》 这本书在美国现在非常的轰动 他写的是什么呢 他写的就是美国前总统川普 在败选之后的那一段时间里面 他的所作所为 你想想看 我们这些人都见证了 我们见证了这段历史 就是美国这次大选失败以后 川普呢 简直就是疯了 我们都见证了这个 那这本书写的呢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的一些事实 一些细节 就是所有的细节 那这本书呢 现在之所以非常轰动 还因为它里面爆料 美国国防部 川普在任的时候 以及川普卸任之后 直到现在 仍然是美国国防部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米利 这个书里面就透露 米利在川普的最后日子里面 担心川普会发动和中国之间的战争 而和中国军方的最高领导人物 和他的职位相对称的 中国的将军李作成 李作成呢 是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 和这个米利的职务呢 是相当的 给他打了两次电话 跟他透露川普的这种危险性 但是呢 同时跟中国保证说 美国绝对不会打这个仗 我们现在都知道呢 美国就热炒中国话题 美国呢 不管什么事 都要拽上中国 只要拽上中国 就肯定是有流量 只要拽上中国 这事呢 就好办 那这本书里面呢 也不例外 就扯上中国 果不其然 这书里面 扯上中国的这两通电话 现在在美国呢 就引起来的热议 现在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书里面所牵扯的这个情节 以及围绕这个情节 美国的媒体主要是福克斯电视台 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访问 他们都说了哪些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本书呢 它的可信度是非常之高的 它的可信度高呢 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作者 他曾经是报道这个水门事件的 同时呢 他也是在川普上台以后 专门就写书来报道白宫的 这是他的第三本书 也不仅仅如此 因为他要写这本书呢 他采访了200多个相关的人员 收集了大量白宫的那些机密的文件 机密的邮件 机密的电话记录等等等等 所以呢 这本书 它是很有可信度的 首先呢 介绍一下 美国在川普下台之前 最后一个国防部长 他的名字叫克里斯托弗米勒 他叫米勒 请记住啊 他说 他没有 也永远不会授权参谋长联合会议主席 马克米利 秘密的打电话给他的中国同行 他将这本书里面的这个描述呢 认为是可耻且史无前例的背叛心怀 并且呼吁这个米利呢 应该立即辞职 米勒 他在一份交给福克斯电视台的一份声明当中 他说 美国武装部队 从一开始就在平民控制军队的 不可侵犯原则下运作 米勒说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最高级别的军官 他唯一的职责就是向总统提供军事方面的建议 法律是禁止行使行政权力指挥部队的 指挥系统从总统到国防部长 而不是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米利的这个角色 他是没有权利来指挥部队的 他只能给总统提供建议 由建议和国防部长来实时对部队的指挥 这个米勒呢继续引用 由华盛顿邮报记者 鲍勃·伍德沃德和罗伯特·科斯塔合著的危险一书中的指控 称米利曾两次秘密打电话给他的中国同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李作成将军 该书称这些电话发生在2020年总统大选之前 也就是2020年的10月30日 然后呢是2021年1月6日国会暴动之后 两天之后1月8日发生了两次 这个书里面描述说 米利在查看了情报以后 就联系了中国的李将军 就是他收集到了情报表明 中国的官员就认为 美国正在计划在南海军事演习期间 对中国发动袭击 这本书的作者还说 米利第二次联系李将军 向他保证美国不会做出任何形式的进攻 或以任何的形式攻击中国 正如米利承诺的那样 我们是100%稳定的 一切都很好 但是民主可以有时马虎 这是书里面说的 就说呢 他有两次给中国的李将军打电话 第一次打电话呢 因为他们搜集到了情报 这个情报显示呢 就中国认为 就中国那一方面 可能收集到了情报 认为呢 美国正在南海做的这个军事演习 在演习期间 会对中国发动攻击 然后他就给这个李将军打电话说 放心 没有没有没有这回事 我们演习就是演习 我们不会对你们进行攻击的 好 这是一次 另外的一次呢 就是在1月6号之后 1月8号 川普已经是脑子呢 受了强烈的刺激 那这个米利呢 就认为川普已经crazy了 什么事都能做出来 他担心中国再次误判美国 或者担心川普果真是会做出疯狂的事情来 所以呢 他就有再一次的 对中国的李将军打电话 跟他保证说呢 美国绝不会做出任何形式的进攻 或以任何的形式攻击中国 都不会的 你放心好了 虽然说川普有点crazy 但是呢 我能够控制局面 我们军方绝不会按照他的意见去办 而事实上呢 这本书里面还描述了 米利呢 他就做了这样的安排 他做安排之前 佩罗西曾经给他打电话 就跟他讲 川普呢 现在已经crazy了 我们就知道 长期以来 川普这个人呢 脑子都有点不对劲 那他这一次呢 受了刺激以后呢 他更加的crazy 他有可能做出那些crazy的事来 那米利就说呢 我很同意你的看法 那米利呢 就非常担心 本来这1月6号发生这事以后呢 他就有点担心 那这个佩罗西又给他打电话之后呢 他就更加的担心 所以他就在美国的国防部做好了安排 召集了那些参谋长 他不是参谋长联合会议主席吗 对吧 召集了那些参谋长来开这个联合会议 就跟他们讲呢 下一段时间之内 如果说 不管是什么人给你们下达命令 包括核武器的那个命令 如果没有我的参与 你们都不要采取行动 所以现在这件事情呢 在美国就很轰动啊 包括那个卢比奥 现在就提出来呢 要求这个米利下台 要求调查他 认为他犯了是一个叛国罪 但是呢 这书里面就记载 这个米利他就说 他这样做是纯粹是为了保护国家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不把中国给他安抚住的话 那中国会误判的 还记得当时其实就有那种传说 当时的传说就是呢 说川普呢会打伊朗 川普呢会打中国 看来这些呢都不是空穴来风 而美国呢害怕和中国进行这种军事交锋 这也是真的 今天我还看到另外一个报道 另外一个报道呢就是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副主席 他个人的意见啊 就是美国永远都不要和中国来发生战争 这是他的个人意见 我记得呢 我前一阵呢曾经跟大家讨论过一件事 就是美国在阿富汗在反恐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次呢就在山区作战 他们怎么着都拿不下来 然后呢就要求中国出面合作 结果中国来了以后呢就拿下了 拿下之后 美国的军人就说永远都不要和中国的军人进行作战 没你的好果子吃 他们一定赢你 那美国的军方 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副主席 像这么高级别的美国军方的官员 说这样的话呢 这还是头一次 明确的说 美国不要和中国开战 没美国的好果子吃 事实确实是这样的 那我们继续也就来看 这本记录川普在白宫最后日子的这本书 还有哪一些话是有关和中国进行秘密通话的这件事 说有一位美国的官员就告诉这个福克斯新闻 说这个米利和中国的这两次通话呀 它并不是什么秘密 这个电话呢都是通过视频电话会议进行的 那当时在通话的时候 在房间里面都有好多个人 而且呢10月份的那个通话 当时的国防部长艾斯珀他是知道的 那这个福克斯新闻他也了解到 当时在打电话的时候呢 大约有15个人在场 有多名的记录员 都要记录的 那在场的这些人都表示说呢 这些电话呀 都是时任的国防部长艾斯珀 和艾斯珀后来的国防部长米勒 他们都是知情的 但是现在米勒呢就完全否认这一点 他说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事 我也不可能授权他和中国进行通话 米勒说 如果武德沃德书中的报道是准确的 这就代表了国家最高军官的一种可耻 和前所未有的背叛行为 如果米勒 戏剧性的爆发和未经批准的 反宪法参与外交政策的故事 他必须立即辞职 或者被国防部长解雇 以保证军官的这种神圣的职责 神圣性 米勒说 追求党派政治和个人私利 是对军官神圣职责的侵犯 在美国军队中没有地位 被指控有这种行为的军官 将立即被免职 进行彻底的和独立的调查等待审判 米勒说 作为国防部长 我没有也永远不会授权这种行为 米勒说 他之所以能同意来担任 埃斯科之后的这个国防部长 就是因为呢 川普对我们的服务人员 退伍军人以及家人的承诺 以及他专注于结束 我们对缺乏战略一致性的 海外行动的参与 他要结束战争 米勒说呢 任何关于特朗普总统 有意与中国开战的指责 都是毫无根据的 特朗普总统的目标 是结束世界各地的战争 而不是开始战争 我很自豪能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 扮演一个小决策 关于呢 这个书里面说的 川普呢 crazy的 很有可能发动战争 川普现在也站出来说话了 川普说我不可能 我是反对战争的 我怎么可能发动战争呢 这纯粹是对我的污蔑 那他儿子呢 也出来说了 这纯粹是对我父亲的一个污蔑 川普呢 确实是反对战争的 但是呢 他也曾经表示过 也可以发动战争的 对不对 当那个伊朗 把他们的直升机给打下来的时候 他曾经就说过呀 也是有可能来发动战争的呀 再说了 米利他就是担心呀 担心因为他比较crazy 而这本书里面呢 透露出来 1月6号来攻击那个国会呢 也确实是川普的一个阴谋 而且呢 这个阴谋 他之所以能做这事 在里面起了一个 关键性作用的一个人呢 就是班奴 班奴这个人呢 也是crazy 完全就是班奴股东的 我刚才已经说了哈 共和党那边 现在有好多的议员 现在就提出来说呢 这个米利 他和中国通电话的 这件事情呢 就是一个叛国的行为 不仅他现在应该马上被解职 而且呢 应该要调查他 审判他 追究他的叛国罪 但是呢 我们看到哈 参长联合会议 有一个发言人 这个发言人呢 他叫巴特勒 这个巴特勒上校啊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这些对话 对于缓解紧张局势 和避免意外后果和冲突 至关重要 并且坚持认为说 电话是与高级国防官员协调的 就说当时的国防部长 是知道这事的 巴特勒昨天也发了一份声明 他在声明里面呢 是这么说的 他说参谋长联合会议主席 定期与世界各地的国防部长 进行沟通 包括与中国和俄罗斯 这些对话 对于增进 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相互理解 缓解紧张局势 提供清晰度 和避免意外后果或冲突 仍然至关重要 巴特勒说 米利在10月和1月 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电话 符合这些职责和责任 传达了保持战略稳定的保证 说米利呢 给他的同行的所有电话 包括那些被报道的电话 都配备了人员 并与国防部的跨机构 进行了协调和沟通 此外 作为总统和国防部长的 高级军事顾问 米利将军 经常与各军种的军事领导人 举行会议 以确保所有领导人 都了解当前的问题 关于核武器协议的会议 是为了提醒五角大楼的军事领导人 鉴于媒体对该主题的报道 该程序已经建立了很久了 米利将军继续按照 文职控制军队的合法传统 和他对宪法的宣誓 在其职权范围内采取行动和提供建议 还有另外一名美国的官员说 米利经常打电话 给他的中国和俄罗斯同行 说这样做 和中国的李将军通电话 已经大约都五年了 有什么稀奇的 那现在呢 拜登和白宫 也力挺这个米利 有记者问拜登 说对这个米利呢 是不是有信心 他说我对这个米利非常有信心 白宫呢 也力挺这个米利 这事呢 说明一个什么哈 我看到这事以后呢 我也觉得 心里面有一种释然的感觉 就觉得说呢 美国的军方和中国的军方之间 是有沟通的 他们之间是有对话的 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 那么的对立 好像政客之间的对立 要远远超过这个军队之间的对立 我记得呢 我听那个金一南的讲座里面 金一南曾经不止一次的提过 中国的军方和美国的军方的一些交流 他们的接触和交流呢 气氛是非常融洽的 交流貌似呢 也比较轻松愉快和坦诚 那这件事情呢 又再一次证明了 美国的军方和中国的军方之间是有沟通的 而且这个沟通呢 貌似他们之间的信任度 坦诚度要比政客要高 他们更不想两个国家之间有误判 他们更不愿意两个国家之间发生战争 我看了这个以后呢 我觉得哎呀 心里面就觉得坦然很多 释然很多 同时呢 我也想到 这件事情出来以后啊 让我想到了上一次波尔顿哪个出书 波尔顿上回出书的时候呢 就爆了一个料 这个料呢 就猛扎了蔡英文的小心脏 上一次就说呢 川普就说了 中国就好像是我这个大办公桌 而台湾呢 就像是我这个笔尖 并不是这支笔 而是这个笔尖 当时的那件事情呢 我想会让蔡英文呢 心碎一地 那这一次呢 这样的事情 我想对蔡英文来说 也是一个打击 这打击是什么呢 原来美国的五角大楼 和中国的军方之间的这个联系 是如此的亲密 比业和蔡英文他们之间的关系呢 要亲密多了 和蔡英文之间呢 也就是一个军活买卖的关系 是不是 我想蔡英文呢 这一次这个心脏啊 又心碎一地啊 现在蔡英文 她的心理阴影面积 有多大呢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